使命召唤19的免费版战区2 今天正式解锁了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7号 现在是早上8点33分 我还没看 咱们进去看一下 目前没有什么提示 我连接的是迅游加速器青春版 我们先测试一下 网络 NAT类型2 下载740 上传150 下面进入游戏 我们先看一下游戏容量 78个G 我估计会有更新 应该是小的更新 如果你这个界面都进不去的话 说明是网络有问题 要么就是服务器现在有问题 如果是网络问题 建议上加速器 更新需要重启 更新成功 重新进入 上来是动画 看一下 使命召唤19的战区2.0 它是全免费的 PC免费 在Steam上 还有战网上 都是免费的 PS5 PS4 XBOX 都是免费的 任天堂 Switch上是没有的 大头上模式 类似于 决定求生 吃鸡类的游戏 这个免费版的战区2 是不需要plus会员的 之前视频说过了 它使用的是COD19 使命召唤的全新引擎 它算是 使命召唤19的一个部分 它不需要19的本体 19的本体 主要包含 一个是单机剧情 还有一个是多人联机 这个战区 它是和本体平行的 一个分支 免费的 它们相互不冲突 但是如果你有本体的话 如果你有plus会员的话 据说 在这个免费版的 大逃杀模式里面 是有加成的 每日信息跳过 好 我们看一下 上面 是这三个 无人区 战争地带 四人生存游戏 训练场 然后往下走 这个是COD19的本体 需要花钱的 这是DMZ2.0 Beta 测试版 这是持绩模式 就是这几个 战区和使命召唤 它是同一个游戏 它的设置 也是一样的 在设置里面 可以使用手柄 也可以使用 触标键盘 另外 建议大家 第一时间 先关闭动态模糊 在图像里 有两个模糊 要关掉 视野呢 最好是大一些 最大好像是120吧 这样效率 会更高一些 第三人生视野 也要大一些 这两个模糊 给它关掉 游戏画面动态模糊 还有武器的动态模糊 都给它关掉 这是DMZ 这是大托杀 你们都进去看一下 大托杀里面有四人生存 双人生存 第三视角生存 三人狂暴生存 还有单人生存 有五种模式 咱们先玩一把 你们注意看左下角 拼值小于62毫米的比赛 等会儿 这个不能换队员吗 选紫末 可以选紫末 因为紫末 我之前已经在CUD19里面 给它解锁了 是可以选的 但是不知道你们上的免费玩家 是第一次玩的时候 是怎样的 这个不清楚 另外如果是PS5的用户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麦克风 给它关掉 如果关掉的话 这个手柄灯是亮着的 这样你们说话 对方是听不见的 我们匹配一个无人区 默认第一个 当前热门 点击部署 当前任务 先不看 确定 使用紫末 比赛匹配 现在聘值是小于61毫秒的比赛 我现在使用的是迅游加速器青春版 因为像这种多人联机 联网对战的游戏 服务器都在国外 我们在国内玩的话 都要用个加速器 使用加速器的好处 那就是可以更顺利的进入游戏 可以更快的下载游戏更新 最关键是在玩的时候 延时更低 接下来给各位粉丝一个福利 可以免费获得5天加速时长 在迅游主机加速器的APP里面 点击更多 然后点击续费 然后找到兑换会员 输入口令 这个口令就是小白的宝箱 可以获得免费5天的加速时长 这画面可以 这画面和付费版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开了120大视角 所以说这个边缘会有点变形 边缘会有点拉伸 如果不喜欢可以弄得小一点 这个能打吗 这游戏要求配置很低 我觉得这个比绝地球神好玩 至少说我上来就能上手 而不是上来就被干掉 谁来救救我 哎呀那哥们也完蛋 哦谢谢 我更喜欢用手柄玩 你们感觉我用手柄玩的怎么样还可以吧 对了顺便问你们一下 像这种游戏是不是就得狗狗着 不能往前冲了